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各位道德 阿弥陀佛 世间如果有佛法 众生才能够彼苦得乐 所以神明电视台 把佛陀的正法 弘扬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也希望各位呢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更要感恩的是 有很多所谓生命菩萨 到处去邀请人家来 收看生命电视台 护持生命电视台 到我们家里来收一百块 一个月收一千块 这些大菩萨 我们看到他 他就是生命菩萨 赞叹他 但是也希望各位呢 多加入这样子的护持菩萨 为什么 因为生命电视台一存在 做得更好 更好的内容 那么全世界的友情生命啊 祸放生啊 戒杀啊 失食啊 救流浪狗啊 帮助每一个人学谱啊 都是因为生命电视台的 内容的广大 所以各位呢 不断地来护持 投入生命电视台 我们买更好的机器 制作更多的动画漫画 弘扬到全世界 那这个世界就得救了 所以生命电视台功能 也太大了 各位护持的功能更是大 所以随时护持关系 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传播文化 置业基金会 简称生命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有留下了一个 光华夜市的面电生意 就我们从小做的这个面电生意 我就回去接 我就跟暂时师傅说 我要回去卖面 暂时师傅就看了我一眼 昏的吗 我就看了他一眼 我没有回 他就跟我说 这样子的姻缘 好像成熟了 师父的当头饭喝 我突然醒了 对啊 姻缘成熟了 我可以把婚的店改成树的 满了我的愿 在光华夜市做了五个月之后 我们发觉到每天这样子 实在有一点点不太适应 客人不适应 我们也不适应 那我就想不要在这样子的日子 每天的客人 光是要跟他说 给个交代 就已经不知道如何四好自处了 就毅然决然的想到说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换个地方 把素食的想要的领域跟品质做起来 在后面中的五月二十号 总统就职 我们的康宁立厨房也顶定了这个地方 当天看完当天就把它租下来 那一个素食店我想要的感觉就是 它是一个健康无添加 没有高温没有油炸 你可以吃到很丰富的食物 这样子的一个素食 康宁这两个字其实是因缘的巧合 就有人就跟我说 那我就叫他算一下光滑绿厨房啊 南平绿厨房啊 然后他算一算 他就说康宁绿厨房不错 他说健康 然后快乐的年龄 可以活得很久的年龄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就变成康宁立厨房 店面里面的就是有分干面 汤面 那我的干面就是用我的素杂 特制的素杂 这素杂里面跟别人家不一样的 里面会有红萝卜营养满分 然后用比较天然的酱油去做炒制的 这是干面 然后面体会有不同的面体可以去做选择 汤面的部分呢 这个汤是用很多的蔬菜跟水果 下去熬的汤底 再加上胡萝卜白萝卜玉米高丽菜 很好吃的很营养的一个蔬菜汤 再加上面 这样子组成了一个好喝好吃的汤面 那这是面体的部分 干面或者汤面 都是铜板酱 所以营养满分 然后在口味上也是有这个健康的取向 因为它熬煮的时间大久 所以我们东西食材就会放的比较大这样子 我们就把它放下去 一序的放下去 那红萝卜不要放太多 不然你整锅汤会变得红红的 然后就是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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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来放我们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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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合作的蔬菜 你可以去选择你喜欢吃的蔬菜 我可以帮你做成你要的味道 比如是塑造 比如是姜酱 比如是马酱 就是还有橄榄油 都有你想要的味道 跟你想要的蔬菜去做这个搭配跟组合 再来的也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部分应该算是天背吧 这天背是我有听说也认识的一个 比较蛋白质摄取 可以好消化的一个特殊的东西 再加上一些炸物 那炸物不是用油炸 是用气炸锅去炸 这样子的东西 去做我店里的一些 餐点的一些组合 那这个餐点呢 都是既简单 但是我客人觉得 营养是非常足够的 综合营养都够的 现在还煮的是因为药膳汤 因为这个药膳是有故事的 所以我就是特别用了这个药膳来供养大家 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如素的人 可能在身体上呢 可能有些人他是需要温补的 需要良补的 那这些药膳我希望大家吃的会健康 那里面我还多放了黑枣跟红枣 然后我在煮的过程当中啊 我会再放枸杞下去 因为枸杞明目 那我特选的都是大颗的有机枸杞 然后放下去之后 然后放每天从市场送来的煎煎的高丽菜 高丽菜要选那个煎煎漂亮的 然后再来就是我为各位调制的一些蔬菜 那有高丽菜 然后还有一些红萝卜玉米白萝卜 这个冻豆腐跟豆包 这个冻豆腐他们家是用柴烧的 用有机的黄豆 然后是柴烧的 他们家已经有百年了 然后加上一些是塑料下去 提味的那些塑料 我吃了觉得味道好吃也健康了 这是我们的药膳的部分 我们现在要再做一道 我觉得很好吃的东西 就是青菜豆腐汤 然后你不要看青菜豆腐汤 就是青菜加豆腐 其实不是 是还有这一个高汤 这是每天一大早 要用很多的蔬菜跟水果下去煮的一个高汤 那这样的高汤品 它是很多的蔬菜营养在里面了 然后汤就是这样子才会有甜味 那我们来开火之后呢 那一样加上高酸的尖尾高栗菜 那就是洗好了 然后把它切一些之后 好 高汤再加上高栗菜有甜味了 现在我要放豆腐进去 这个豆腐啊 是我精选的盐乳豆腐 一般的豆腐是用石灰 那这个不是这是盐乳 这是用盐下去点的豆腐 好 那我们把它放下去之后啊 这样子的青菜豆腐完成了 那我会再加上我们的玉米 白萝卜 像红萝卜 好增加它的美味 以及它看起来的颜色 让它更起来更好吃 好 然后再一些蔬菜粉 那豆腐滚了有冻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切火了 好了我们跟各位推荐的另一道料理 就是我们的豆包卷 这是一个棍子 木头的棍子 然后把豆包卷在上面 然后用气炸锅去炸的酥酥香香的 你看它自己本身的油啊 它是那个椰子油 这样子本身用气炸锅 我们不加任何的油 它就会有香味 然后就是用它自己本身料理的东西 去做气炸 就会有味道 就很好吃了 不加任何多余的东西 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盘子上去 香香酥酥脆脆的很好吃 所以它都是看得到食物的原貌 然后又呈现出 简单的味道 变成一个好吃又营养 然后人体 好吸收好消化的一个素食 我常笑称是吃素食 不是来吃料理哦 我没有怎么给它料理 我们一楼进来的时候 整个的迎宾就是看到我们的小农的蔬菜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区块 客人的部分它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点餐 然后我们有一些对我们的身体 对我们的环境都还不错的一些可以给大家的产品 那我们可以到二楼是另外一个空间 那二楼我有成立了一些观世音菩萨的画像 这个观音菩萨从小就是很喜欢观音菩萨 我觉得它好厉害好庄严好棒 那这个观音菩萨这个画像很特殊 那它每个画像都不一样 您也可以来这边看看 您与哪里尊菩萨的相应 或者您有看过或者您没看过的观音的画像 也非常欢迎大家来这边用餐 我在去年的过年前 非常记得清楚是1月26号 我接到一个电话 我的儿子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车祸 这个车祸我们住在医院大约三个月的时间 那相同发生车祸的很多人 这样子的一撞伤到脑部伤到脑干的 几乎听到的都是坏消息 但是我的儿子他居然奇迹式的复原了 而且看起来是很好的 我一直把它跪公于我是吃素的 让我的孩子能够逃过这么大的一个灾难 所以我更愿意推动这个术室 让大家能够止福田 放声是一定要的 只要能够听到有放声我一定随行 一直都吃素吃了十几年 所以我就是把它归公于我吃素所积转下来的质量 我也希望我把我吃素跟我做素食的功德来回向给大家 那我也更希望你们也来吃素跟我一样 未来你也会有功德可以回向给你的家人跟大家